前方军公布了消息 中国举行了一场较为少见的演习 这件事有深意 上科组织可堪大用 大家好 我们都清楚中国两国关系密切 双方的合作设计了方方面面 包括但不限于军事经济领域 就拿军事领域举例 中国两国每年都会举行一系列的联合演习 外界也习以为常 但最近的一次联合演习 却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 根据中国国防部网站消息 中俄编防合作2024联合反恐演练 近期在中俄黑洞江大桥附近疆域举行了 举介绍 本次演练强调加强反恐情报共享和行动协调 表明中俄坚决采取有利措施 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 共同营造和维护边境持久安全的决心 中俄两国举行海陆空三军联合演习 或者与其他国家举行多国联合演习 那都是常态 基本每年都会有类似的演习 但中俄举行反恐联合演习 相对而言是比较少见的 那么问题来了 中国两国为什么要突然举行边防合作2024 联合反恐演习呢 这可能与俄罗斯日益严重的反恐情况有密切关系 6月23号 俄罗斯达基斯坦共和国遭遇恐怖袭击 造成20多人死亡 其中包括17名俄罗斯警方人员 另外还有几十人受伤 大部分也都是警方人员 我们把时间再往回溯 今年3月22号 莫斯科郊外一家音乐厅遭遇了恐怖袭击 多名武装分子持枪冲进音乐厅 进行无差别的恐怖杀戮 导致145人死亡 事后伊斯兰国宣布对袭击事件负责 也就是说短短半年不到 俄罗斯先后发生两起严重的恐怖袭击 并且都是针对性的杀戮行动 这对俄罗斯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这个时候哪怕是吃瓜的群众都能看得出来 俄罗斯的反恐局势是日益严峻 普京政府面对严峻的反恐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 俄罗斯与中国突然举行一场联合反恐演习 这显然是在对外展示 俄罗斯当局坚决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以及能力 同时还拉上了中国为其助权 至于中国为什么要参与与俄罗斯的联合反恐演练 除了是出于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情面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中国有加强与踏破反恐协调的需求 中国的边境线漫长 注定会有不少恐怖主义分子 会通过边境漏洞 投溜进来 在我国境内搞破坏 或者传播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 而值得警惕的是 由于中美博弈越来越激烈 美国为了获取他最终的胜利 他的手段只会是越来越没有底线 所以他们在中国境内策划恐怖袭击 或者策划暴动的可能性 那是存在的 我们有必要借助外部力量来进行提前演变 以便更好地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我在之前的节目中就多次强调过 随着反恐局势严峻 上河组织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如果能够充分发挥出上河组织的功能 不仅能够有效缓解严峻的反恐局势 同时也能借助这个上河组织平台 让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得到提升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